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梁启超 朗读者有益 我读日本报纸有个叫德富苏丰的作者写了篇文章 他评价李鸿章有些独到之处 在此一路如下 中国的名人李鸿章去世了 东亚地区的政局从此不免要有些寂寞了 不只是为清朝失去栋梁之财而惋惜 简言之 要说李鸿章这人多么伟大 事工多么崇隆 不如说他扶命超过了一般人 他早年科举重进士入汉林 拥有了高雅清贵的名声地位 到太平天国之乱 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后担任怀军统帅 借助戈登的力量平定了江苏 到他平定免军 也是秉承了曾国藩遗留下来的策略形势 才得以大功告成 到他成为直立总督 办理天津教案时 正被法国要挟 狼狈不堪使 忽然普法战争爆发 法 俄 英美都赶紧奔忙回去处理西欧的大事 此天津教案事就不了了之 近25年来 李鸿章担任着北洋大臣的重要职务 在天津开设衙门行政 掌握着中国政府的大权 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全盛时代 虽然李鸿章的地位 他的势力都不是靠侥幸得来的 但他在中国文武百观中 确实有卓绝的眼光 敏捷的手腕 不是其他人可比的 他看到了西风东建的大趋势 知晓外国的先进文明 想着利用他们来自强 这种眼光 即便是他的先辈曾国藩 恐怕也要比他差一些 而左宗棠曾国权就更不用说了 俯顺威海大姑 设防守卫 开办轮船招商局 以方便沿海地区的水上交通 又开设机器局 制造兵器 开办开平煤矿 倡议修建铁路 在军事 商务 工业等方面 无不留意 虽然这些想法是否出于他本人先不说 权力是否全在他手上也先不说 办理这些是否有成效也先不说 然而要说是谁引导大清国前行 并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自然不能不首屈一指地说是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几乎都知道李鸿章 却不知道还有北京的清朝政府 虽然北京的清朝政府对李鸿章并不是很信任 不仅如此 而且常对他有猜疑和记恨 不过因为外界的压迫 排忧解难 没有他不行 所以不得已而任用他 况且各省总督巡抚 还有朝廷中的百官 与李鸿章不合的人到处都是 所以虽是他的全盛时代 但他在内阁的势力也已是很薄弱了 而并不是表现在外面的那样 有着无限的权力和荣光 《中日之战》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他在最初就蓄意主张发动这场战争吗 这点不能确切知道 但观察他在事情紧急 两国关系将决裂时 忽悠与俄国公使喀西尼商量 想请俄国来派兵干涉 而他一开始就往朝鲜派驻了军队 或许是想用威胁的手段使日本升聚 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未可知 大概他自视过高 对中国的实力过高估计 而对日本的情况了解还不够深透 因为他还不知道整个东亚的大局势 有些失算了 实在不能为他隐晦这个错误 一言以蔽之 中日战争实在是李鸿章生平 孤注一掷的一个赌注了 但此一掷不中 就致使他这么多年积蓄的功绩声明 几乎是一扫而光 寻常人如果遭遇到这种失忆事 不为此忧愤而死也算稀奇了 虽然李鸿章当时已73岁的高龄 在内受朝廷的严酷批评 对外仍努力支持着残局 挺身而出负责议和谈判的事情 不幸被刺客刺伤 这种情况下还能从容应对 不如使命 后来又亲自到俄国 祝贺俄国皇上加冕 游历欧美各国 就像之前没发生过什么不快的事情似的 毫不介怀 别人做不到的地方也在于此 李鸿章的晚年十分萧条 他的前半生很亲近英国 他的后半生很亲近俄国 所以英国人说他卖身于俄国 李鸿章的亲俄是害怕俄国 还是认为俄国可信任呢 我不得而知 总之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国家 宁愿以关外的土地贿赂俄国 以其在俄国势力的保护之下 苟且得到一时的安宁 这是最大的原因 他所签订的中俄密约 满洲条约等 有人因此把他看作秦桧 侍奉坚国一样的人物 都是卖国的贼臣 这种评论未免太过严苛了 因为李鸿章的这些行为是利害得失的问题 不是善恶正邪的问题 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后 或者去山东治理黄河 或者到梁广担任商务大臣和梁广总督 直到义和团之士起 才暂次担任直立总督 与庆亲王一起担任义和全权大臣 事情刚结束 他就刻然尝试了 这实在可以说是悲惨的晚年 但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雄心到死 也没有被消磨殆尽 假使李鸿章死在中日战争之前 那他就是十九世纪的伟人之一了 做世界史的人 必须要为他大说特殊 这是不容置疑的 他容貌堂堂 善于辞令 激情敏锐 收放自如 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伟人 虽如此 他的血管中 有没有一点英雄的血液呢 这我不敢断言 他不如格莱斯顿 有道义的高尚情怀 他不如彼斯迈 有倔强的男子汉气概 他不如康毕达 有爱国的热忱 他不如西乡隆盛 有推心致富的致诚之心 至于他的经历和见识 也没有能让我不由自主地 感动佩服的地方 总之 他不能成为鼓舞他人 把他作为偶像一样 崇拜的英雄人物 虽如此 李鸿章的大手笔 还是令人惊叹的 他是个中国人 一个伟大的中国人 他无论做什么事情 不震惊失破 不恼怒于心 他能忍别人之所不能忍的事情 无论如何令人失望的事情 他也视之如浮云掠过 他的内心能没有懊恼吗 能没有悔恨吗 但在他身上 却找不到他们的痕迹 世人没见过铁鞋宰相 彼斯迈吗 一旦诗意下台 他胸中的愤怒和怨气 就如同火焰一样的直喷出来 而李鸿章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事 看上去像无足轻重 不足挂齿一样 毫不忧虑 他的容忍力之大 是值得我们尊敬崇拜 却无法赶上的 如果让李鸿章像诸葛亮那样做人做事 那他绝没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道理 为什么呢 他一生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封建王朝走向衰亡的历史 如玻璃笋皮日益紧急 与他同时代的人物都几乎全部死去 他的一生以前半生光明 后半生灰暗而告终 而他对此从没感到困惑 有人说他是个没脑子没心肝的人 虽如此天下有几个像他这样没脑筋的人呢 没脑子却能做到这样的成绩 不是真正值得可敬可叹的事情吗 陆奥宗光曾评价李鸿章说 说他有过人的胆量 有卓绝的才干 有决断力 倒不如说他聪明伶俐 有超高的智慧 善于谋划 能一知事情的利害得失 这话说的可能相当正确 虽然李鸿章从不逃避责任 这是别人比不上他的地方 也因此数十年来作为清朝最重要的人物当权 临死还身负重任 担负着中外各界的很高期望 有人说他是这些责任如同虚无 所以即便是再大的责任 他都能承担而不推辞 但正是在这一点也是他能成就大事的原因 李鸿章可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人物 他纯粹如冷血动物 这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那种为强者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的容忍力之强也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的倔强无私也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的巧于辞令也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的狡猾和胸有诚服也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的自信自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没有管中那种京士己民的实量 他没有诸葛亮那种治国的忠诚 虽如此他也没有王安石的学纠气 他以意待劳机智周旋 虚心平气 对百般的危难和纠纷都能从容解决 寻遍海内外 几乎不能找到可与之相比的 以上评论确实能一览无疑地描写出 李鸿章这个人的真面目 没过分包扬 也没过分贬低 我没什么再多说的了 至于他以李鸿章 为我国人民的代表人物 我肆意同胞不能不身家反省了 我以前写过《引兵式自由书》 里面有一篇文章是 《二十世纪之新鬼》 现把其中论述李鸿章的文字 选择出来 附录于下 哎 像兴祥 格里士比难道不是旷世的豪杰吗 这五个人 维多利亚 兴祥 格里士比 麦坚尼 李鸿章 都是他们各自国家的重要人物 除了维多利亚是立宪国家的君主 君主没责任 不必论断之外 像格里士比 像麦坚尼 都使他们的国家焕然一新 像兴祥 是想改变国家面貌 而没能实现自己的志愿 由此而言 李鸿章相比这三个人 是应感到惭愧的 李鸿章每每自我辩解说 我被全国人所牵制束缚 有志向却不能实现 这固然有其道理 虽如此 比起兴祥 格里士比这些排除万难 忍辱冒险 最终达到目的的人如何呢 真正的英雄永远不靠别人的力量 而常能自己营造势力 像兴祥 格里士比的势力 都是自己创造的 像李鸿章 只会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 安于荣华富贵 如果他以强国立民为志向 以他一届长前四十年 又功勋名望的老臣 怎么就不能够赢得民心 战胜守旧党呢 可惜啊 李鸿章的学识比不上兴祥 他的热忱比不上格里士比 他所依靠的资本多出他们十倍 但他的成就却远远比他们低 从根本上说 李鸿章实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啊 虽然如此这么大一个中国 其中有学识又有热忱 能超过李鸿章的人能有几个呢 在整个十九世纪 各国都有英雄 唯独我国没一个英雄 所以我们怎么不指路为马 聊以自卫 而自我解嘲呢 于是就把李鸿章推向全世界说 这就是我国的英雄 哎 他也算适合成为我们国家的英雄 也适合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的英雄罢了 总之 李鸿章是有才能而没学识的人 是有阅历而没有血性的人 他不是没有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之心 但他只是弥补缺漏 苟且偷安直到死去 他在没死之前 虽对待责任从不推却 却从来没有立下 服责后人的百年大计 艳语说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中国从上到下 所有人的心里 无不是这样 而李鸿章 只不过是我们的代表 虽如此 现在满朝二品以上的高官 五十岁以上的达官 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的 这是我敢断言的 哎 李鸿章的失败 现在已是屡见不鲜了 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 将比李鸿章生前的时代 更厉害好多倍 但现在想找到像李鸿章 这样的一个人物 也是渺然一片 难以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物了 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 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而不知道路在何方 又终归何处 九州生气 势风雷 万马齐音 揪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 将人才 红颜 给后妃上了一刻的班招 把挑男人当成豪赌的卓文君 烂于充数的文成公主 海归出名 要趁早的蔡文姬 娇滴滴 伤天害理的武则天 这些曾经轰轰烈烈 风光以拟的闪烁着光芒的女性 无论是才女 美女 党妇 怨女 还是汉妇 都具有鲜活的个性 侯红兵的红颜 解读清国红颜命运 用惊人的眼光 消解古人的神秘 千年女性风流 古典宝贝的风情 真是历史的残酷 尽在静雅思听 红颜系列